这位小姐 今天晚上 想你一起吃个晚餐吗 吃晚餐吗 这位小姐好像心情不太好 没有什么烦心事 是一阵晚餐解决不了的 怎么了 好了 我们去吃晚饭嘛 我好饿啊 怎么了嘛 你不要跟我嬉皮笑脸的 叶教授都跟我说了 我问你 你为什么拒绝出国的名额 原来是因为这个事 你是不是还在担心异地恋的事 那我就是想跟你多待在一起 怎么了 到时候我跑那么远 你一个人在这边我放心不下 周思悦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 你真的要气死我 不要让我成为阻止你前进的借口 我 你不要说话 这回我说 你之前的努力不都是为了这一刻吗 万一十几二十年之后 我们的感情破裂了 那你在想起这个事 你还不得恨死我 胡扯 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怎么可能破裂啊 我说万一嘛 没有万一 周思悦 我想要你好好的 你这样子说 我更舍不得了 你不要担心我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我不会跑的 你也不许跑 好 我答应你 拉钩 拉钩 我 别闹了 嗯 这个送给你 我 你哪儿来的 我逛商场 随便看档的就买给你了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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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次再来猜一下 这支是恐龙还是鳄鱼 嗯 鳄鱼 好吧 我又猜错了 没关系 这次你说她是什么她就是什么 嗯 你拿着她 干嘛 你站到那里去 干嘛 快点 你先站过去 你站过去一下嘛 嗯 快快快 干嘛呀 站那里站那里 站好啊 就就就就那 我来给你们父子俩画个像 我来给你们父子俩画个像 拿近一点 嗯 可以吗 可以 装得很像 嗯 嗯 一边